如果你是Apple用家 或者你是俗稱叫做果迷果粉的話 今天2019年7月10日 大家應該要好好記住今天 因為今天正正是MacBook RIP的一天 今天同時間Apple公佈了新的MacBook Air 其實MacBook Air在去年11月的時候 應該是10月底的時候 公佈了新的更新 其實都算快了7-8個月左右 它又再出過一次 其實算是快的 但是其實這個更新 基本上是便宜了100元澳幣 其他東西就沒有了 叫做升級了一顆CPU 由Intel的第七代轉了Intel第八代CPU 不是說快了很多 當然你也可以付錢快些 但是我覺得MacBook Air 你付錢快些 即是一顆CPU快些就真的沒有大作為 反而要加RAM 而另一件事就是MacBook Pro 13吋的MacBook Pro 今天也是同樣更新了 或者可以這樣說 它是fade out了其中一個模特兒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原本13吋的MacBook Pro 大家應該都會知道會有兩個版本 一個就是我手上的Touch Bar的版本 而另一個就是我經常叫人不要買的沒有Touch Bar的版本 那為什麼會叫人不要買那個版本呢? 原因是非常簡單的 它是將它由4個Thunderboard3插 就只剩下兩個Thunderboard3插 變相真力下跌了很多 這次做更新呢 其實我是覺得有點奇怪 為什麼要這樣說呢? 它現在是全部只有Touch Bar的版本 但是有Touch Bar也要分兩個版本 一個就是我這一部有4個Thunderboard3插的版本 而另一個就是便宜的模特兒 便宜的模特兒一樣都是用4核心的CPU 但是慢很多 而且它只有兩個Thunderboard3插 即是說你一個插了充電 那你就只剩下一個插用 只有兩個插… 你自己想一下夠不夠用 我就覺得真的不夠用 而這個MacBook Air新的2019年和2018年 它都是只有兩個Thunderboard3插 所以呢 兩者的分別呢 其實兩者的分別呢 是差300元老子 那300元老子呢 你的分別就是 MacBook Pro 13 吋 4核心CPU 雙核心CPU 但是雙核心是不是真的不太好呢 雙核心的話 它是沒有那麼吸電的 那所以呢 MacBook Air是可以用到12個小時的 而MacBook Pro 13 吋 是用10個小時而已 所以呢 兩者的效能上 我可以這樣跟你說 你是真的感覺不到大家有什麼分別的 當然啦 如果你真的開FileCup Pro 你要剪片 那兩者RAN片的時候 是會有分別的 MacBook Pro 13 吋 和MacBook Air 13 吋 肯定是MacBook Pro快一點點的 但是如果你平時用來做些文書 那兩者的分別真的不大 而且兩部機呢 兩部機都是可以 最多走到16GB RAM而已 那所以呢 真的不是覺得很大 那我又用同一樣的RAM 同一樣的SSD 唯一的分別就是兩者的CPU會不同 啊 GPU也會不同 但是呢 兩者的分別是不會感覺到的 因為如果你覺得GPU不夠的話 你無論如何都要加EGPU 因為13吋的MacBook Pro 它在做Graphic方面的效能 或者你剪片的時候的效能 它是會弱一點的 如果你不走EGPU的話 那所以 哪一部才是你的選擇呢 我真的回答不了你 嗯 其實呢 MacBook Air 它最厚的位置 是會厚於MacBook Pro 所以呢 不會見得MacBook Air是會小一點的 那300元到1000多港幣 兩個模特兒 到底哪一部機會適合你呢 就不知道了 但是我自己覺得呢 嗯 300元就給它吧 就是澳幣 300元澳幣 1000多港幣 4核心 如果你真的不夠用的話 起碼它都是4核心 應該會比MacBook Air快 雙核心少少的 那RAM最好打爆 16GB RAM 那要多大SSD呢 大家自己選擇吧 但是 唉 MacBook圖13吋 只有兩個插的版本 真的 真的不知道怎麼選擇 那這條片就這麼多了 MacBook 陪伴了我們13年 今天就正式 Say Goodbye 唉 唉 See you later See you later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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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